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故事和图画都来自日本的宫西达野 是杨文翻译的 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 对了,它是霸王龙 它有着庞大的身子,长长的尾巴 霸王龙是吃肉的 可它却在吃果子 这是为什么呢?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在起伏的山剑中有一块平地 一只白色的蛋 孤零零的喊闲眼 突然,山碰碰碰的喷火 地动动动的摇晃 就在这个时候 白色的蛋裂开了 蛋壳的裂缝越来越大 蛋壳里的甲龙宝宝 把头顶上的蛋壳一掌推开 它出生了 可是,在那么大的地方就只有它一个 甲龙宝宝觉得好孤单 粗粗答答的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走 小甲龙宝宝走着 一个张着 一个张着獠牙大嘴的庞大身影 横在甲龙宝宝宝面前 吓得甲龙宝宝浑身哆嗦 还没等甲龙宝宝反应过来 嘿嘿嘿嘿,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霸王龙宝宝宝一把抱住了霸王龙的脚 爸爸,我好害怕哟 霸王龙吓了一大跳 不由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爸爸呢 因为你叫我的名字呀 知道我的名字的,一定就是我的爸爸 小甲龙宝宝说道 霸王龙还是摸不着头脑 名,名字 嗯,你说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我的名字就叫很好吃嘛 甲龙宝宝的这句话 让霸王龙瞪大了眼睛 我饿坏了 这个自称叫很好吃的甲龙宝宝 开始嘎吱嘎吱的吃起草来 一边吃草,一边对霸王龙说道 真好吃 爸爸,你也吃点吧 嗯,啊 哦,还不如吃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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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饿 你都吃掉吧 霸王龙回答 谢谢,我要多吃一点 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 甲龙继续大口地吃着青草 啊,长得像我一样 霸王龙一边疑惑着 一边小声地说 就在甲龙宝宝吃草吃得正带劲的时候 鸡兰太龙走了过来 眼里闪着红光 嘿嘿嘿,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甲龙宝宝抬起头来 叔叔,你也知道我呀 嗯,那当然 因为好像很好吃嘛 鸡兰太龙说着就张大嘴巴 露出满嘴的大尖牙 像很好吃猛扑过去 咔嚓 小朋友,你猜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霸王龙抢先一步 把很好吃护在了身下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 吉兰太龙锋利的大牙 吉兰太龙在霸王龙的后背 咬出了一道深深的牙印 哦哟 霸王龙忍着疼痛 啪地甩出大尾巴 滚头 吉兰太龙被甩出很远 起身灰溜溜地逃走了 很好吃还在一个劲地吃草呢 对刚才发生的一切 什么都不知道 吃饱后 很好吃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很香 霸王龙用温柔的眼睛 看着小小的很好吃 小声地说 你想长得像我一样啊 可你现在还那么小 那么小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 霸王龙把很好吃搂在怀里 他的心里一阵阵的疼 比背上的伤口还要疼 第二天早晨 砰的一声 山又喷火了 把天上的飞龙 地上的其他恐龙 吓得四处奔跑 响声吵醒了霸王龙 很好吃竟然不见了 他到哪儿去了呢 霸王龙蹦蹦蹦地到处找 岩石后面 池塘里面 森林里面 草丛里面 都找遍了 也不见很好吃的影子 会不会被昨天的吉兰太龙 霸王龙不敢往下想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到霸王龙耳朵里 爸爸 霸王龙急忙转过身 很好吃 背着红果子回来了 你吃这个吧 你不喜欢吃草 这是我从山那边摘来的 是不是很棒 很好吃一边得意地说 一边把红果子递给爸爸 干 干嘛走那么远 太危险了 霸王龙生气得大声叫着 很好吃 没想到爸爸如此地生气 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边哭 边小声说 对不起 我以为爸爸会高兴呢 对不起 霸王龙一听 小甲龙道歉了 也觉得有点惭愧 他心里想 我做的也不对 虽然我很担心 甲龙宝宝宝 但也不应该朝他发脾气 想着想着 霸王龙说道 我知道了 好了 好了 不要哭了 说着 把一个红果子 啪地扔进嘴里 谢谢很好吃 真的好吃哎 看着霸王龙吃得这么开心 很好吃也渐渐明白了 原来 爸爸是因为担心才发脾气啊 很好吃 更爱霸王龙了 从第二天起 很好吃 每天早晨 都会去摘红果子 不久 霸王龙开始教很好吃 各种各样的本领 霸王龙迈开脚步 一头撞向一个石堆 很好吃 这是撞击 很好吃 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 看着爸爸说 哇 太棒了 我也想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 霸王龙爸爸心里 别提多高兴了 霸王龙又教很好吃 怎么甩尾巴 砰的一下 就把树木甩断了 很好吃 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 一边学着甩尾巴 一边对爸爸说 哇 太棒了 我也想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 霸王龙爸爸心里 别提多自豪了 霸王龙还教很好吃 怎么吼叫 这一声吼叫 吓得飞龙到处乱飞 啊 很好吃 一边学着吼叫 一边对爸爸说 哇 太棒了 我也想早点长得像爸爸一样 霸王龙爸爸心里 别提有多爱小甲龙了 就这样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 霸王龙说 很好吃 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 今天 我们就分开吧 再见 其实 霸王龙也不想离开这个陪伴他 带给他欢乐的甲龙宝宝 他犹豫了好久 最后下定决心 决定让甲龙宝宝跟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 不要 不要 绝对不要 很好吃 扑酥酥地流下了眼泪 我要长得像爸爸一样 我一定要和爸爸在一起 很好吃 你不应该长得像我一样 不 你也不会长得像我一样 不要 不要 绝对不要 霸王龙宿不过很好吃 对他说道 好 那么 咱们再跑吧 看谁先跑到那座山上 如果你赢了 我就会一直和你在一起 好 我不会输的 很好吃 擦了擦眼泪 跑起来 拼命地往山上 跑啊 跑啊 我要一直和爸爸在一起 很好吃 头也不回地 一个劲儿地往山上跑去 霸王龙 远远地跟在后面 看着很好吃的背影 逐渐远去 很好吃 跑得真快 一眨眼功夫 就来到了山边 很好吃 跑着 跑着 遇到了两个 长得很像自己的恐龙 原来 这才是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见到很好吃 也很高兴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远远跟在很好吃后面的霸王龙 看到很好吃一家团聚 既高兴 既高兴 又不舍 再见 很好吃 霸王龙 很爱小贾龙 不过 小贾龙也很信任霸王龙 很爱他 採果子给他吃 并且为他骄傲 霸王龙感受到了被爱的滋味 他为小贾龙挡住 吉兰太龙的袭击 教他各种本领 并且帮助他回到父母的身边 你看 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一颗爱的种子 即使是粗暴的霸王龙 也不例外 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 我们都要学会爱他们 信任他们 鼓励他们